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他在性能这次的重点 然后底盘键操控等等 大幅的提升之后呢 其实真的跟你印象里面的Altice真的不太一样 看前脸你一定先看到说 GR就两个字好不好 就在前面的GR名牌太重要了 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台GR 百万内 对 其实 我觉得Altice GR Sport很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这辆车呢 过去你可能看到其他的品牌 其他的车种会推出一些这种性能的车型 但是他的销售占比一向在这个车系里面都是很高 那同时 因为他毕竟算是一个比较高阶的车型 所以本身的配备啊 丰富度什么的就很好 那这一次的改款呢 当然重点 除了很亮丽的车色之外 车头的部分 他现在的样子 基本上你很轻易的看出来 他就是GR 他们有GR Family Look 没错 那当然他的 我们现在看车头 其实他整个下方的气霸的开口 已经很夸张的往外延伸了 对 加大了啊 对 所以运动感非常的强烈 然后看到这边这个GR的名牌 就是所有的GR车型 Yaris 86什么全部都会有的 然后到两侧的开口 结合到雾灯荒的位置 全部的黑化 没有什么镀铬啊 那种感觉年纪比较高的感觉 全部都是很年轻很动感 而且然后如果远一点看 你会看得出感觉好像有G这个字样吗 全部都在里面 对 而且两边还是对称的设计 里面的风草是一格一格 所以设计很多细节在里面 然后同时你也不太需要再去外改什么 空力套件什么 他现在就是一个很运动化的身份 而且防止他本来就比较低趴 所以这种动感我觉得是有呈现出来的 没错 但终于姐我跟你讲 接下来要先讲一下他这次最大的重点 对啊 重点就是引擎 对 因为他这一次小改款呢 其实动力呢从1.8升提升到了2.0 2.0 然后呢这个引擎 其实大家并不会很陌生 原因是他这一颗是2.0升的 Dynamic Force的引擎 他的有一些他的科技 他的技术大家很熟的 譬如说 起步子论 对 有40%热销率 然后他的变速箱也是有特别 调教过比较适合运动化的一个车型 那当然他这一句的动力呢 数据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他的最大马力现在170匹 从过去的140很明显的提升 但有趣的地方是 油耗变好了 没错 反而从14.9每公升 换成了16.5 就是动力变强了 同时又更节能 所以引擎的技术当然不在话下 新世代他本来就会给大家 让你觉得 我其实不是只有动力提升而已 我如果作为日常通勤代步也好 那我在日用的养车成本上 我其实帮你balance一点 对 那尤其这个车一亮相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在力保试它 那在赛道上的我们前后两代 这样子交叉的对比之后 你会发现当然这个动力的提升 当然不是说真的很夸张 但是很有感的部分就是 因为他的扭力 现在已经超过20公斤 所以你在一些出弯的低速 那个低扭其实饱和度会高非常多 这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还有那个起步的那种轻快性 对 没错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开始 在赛道上来测试一下 它的动力提升油感 以及它的体质还有悬吊 没错 悬吊的部分 包含它一些底盘的结构件 本身跟Altis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它就是好看的套件车 其实它的底盘是真的有经过强化 经过调效 那当然像日本那边的一些工程师 有聊一些这种 针对这辆车开发的一些细节 但其实我觉得赛道上 刚刚讲的引擎的部分之外 很有一个感的 刚刚有聊到就是在变速箱的部分 它现在起步是有Lunch Grid的齿轮 然后像它轻量化的这些 然后模拟时速 对 模拟时速 其实全部都是提升很有感的 那其实你来到车侧呢 外形的部分呢 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其实就是轮圈 18寸 18寸 而且它的样子 其实大家如果眼尖有仔细看的话 会跟COLODA SPORT非常的像 然后也是一个枪灰色的烤漆 轮圈的变化 就非常有感 像综艺姐就针对轮圈的部分 都很有研究 轮圈好不好看 真的太重要了 对 而且它的胎宽 其实因为同样18寸 它胎宽比我G886原厂配的还要宽 这个225的 哎哟车主计较这个 计较一下 然后来到车侧呢 今天我们这个红色的车身 它配的就很好看 全部都是黑化 偶尸性盖啊 然后窗框 那当然前面有车头的气霸 但侧面也会有下面的侧裙 一路连绳到车尾 那Altis的尺码还有空间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那有一个亮点 我想要先看一下 在外面就看得到 其实就是 我现在看到椅子上都有红色缝线 红色缝线 哇你拉出了一个红色安全带 红色安全带 不用再去改 真的豪华 大家说豪华品牌 就要加钱 要加钱选配的 没错 所以这些就是内外的装点 就让整个氛围提升 运动化的气息 然后来到车尾呢 也是改动非常大 因为我们在 一辆车市售的那种家用车 你要让它性能化 一个很有很直接的方法 就是让它黑化 所有的产灰名牌 包含GR的字样 通通都已经黑化 还有尾翼 还有尾翼 这个尾翼其实也是非常的显眼 它放在尾翔的部分 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 而且这一次呢 其实中间的试条 连接到两侧的灯距 全部都是熏黑的 它的尾灯 在夜晚的辨识度会非常高 跟一般的车型 如果停在一起的话 尤其在展间 你一看就有非常大的对比 而且这样跟一般版本 真的就有蛮明显的差异 对变化很大 然后从上到下 下面的保险感 然后中间下方 Diffuser的设计 有点风潮状 都有一些细部的刻画 在这次小改款的车型上面提升 所以GR Sport确实 我觉得它当然 它有一般版的选择 但年轻人肯定会更喜欢 我选我一定选这个 GR Sport 对 就是你讲的嘛 就是我离GR最近的距离 因为以它的售教 我们刚刚也在强调了 当然Altis 这么长久以来的一大魅力 就是它的价格 对 跟它的产品实力 没错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跟小辈一起进车内 再来看看不同的配置 有哪些最吸引它的地方 Cara Altis GR Sport 其实我们一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就会觉得 咦 这个材质 感觉就是性能名 会非常喜欢的 而且有一种熟悉感 对 因为它增加了这种 类脊皮的材质 然后脂肪效果更好 然后感觉好像一切就是 你旁边这一位 他会看着看得很开心 然后你也会坐得很安稳 对 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次 在内装的这个布局 其实当初我们 大家看到实测的时候 真的都有 蛮大的一个经验 因为最主要第一个 你看它这个椅子 它这个椅子的话 头枕上面 一样有个GR的刚硬 然后像这个也是像 比如说像保时捷 或者一些高级车厂 他们很常坐的一件 一个配置 然后整个椅子 它这种算是 比较运动型的座椅 那你会看到说 它的这个边边 全部都有上红色的缝线以外 最主要就是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一块 它换上这个类脊皮的材质 你看它连底色都有红色 所以你从这些点点里面 就会看到说 它还有透着红色的感觉 就近看的话也很细致 而且这种材质的好处就是 第一个它只滑 你如果真的在比较激烈 操架的时候 你人不会滑来滑去 第二个是因为它整个都是满满的透气孔 所以它夏天 像我们那天夏天 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然后有试驾这台车 你在上面坐比较久的时间 你会觉得背其实还蛮舒服的 就不会闷热 对 不会那么闷热 所以这个椅子真的让大家觉得一致好评 对对对 然后呢 这一次除了这个以外 我必须要讲我觉得这一次的 Altis它的这个Giascone的内装 是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喜欢的一次 因为你看本来的它的内装质感 就已经还算蛮好的 像它这个上半部这边 还有这里 有没有 嗯 这边呢 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软质 所以你光是看到这一块 然后搭配它本来的这些黑色钢琴烤气势感 就质感有加分啊 本来的质感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一次 全部都用这一种象征运动化 更性能风味的红色缝线 从门边啊 然后你前面这里啊 甚至你的 满满的 对排档坐这边 然后椅子啊 然后中央的扶手 全部都红色缝线 所以看起来真的更有一种竞技感 然后呢 它还有一些小细节 例如说 你看它连包含你的这个门把 门把啦 然后前面的这个饰条 嗯 仪表的边框 你看它连这么细的地方 对 全部都把它换成这种枪灰色的设计 我喜欢枪灰色 对 因为它这个枪灰色 还有一点点像生态色那种感觉 对 就是又有一点科技感 然后同时它又比较像 男生平常你会买的精品 嗯 上面会用到的那种材质 是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整理 一致加起来 哦 然后你就觉得再加分 再加分 嗯 还有仪式感 还有就是说 你知道这个枪灰色啊 哦 我觉得它有个好处是 太阳很大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比如说像镀铬啦 或者是那种银色失调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反光 嗯 嗯 它有点点刺眼 可是它这个是完全不会 比较收敛 所以你在视觉上呢 它随时都是保持在一个很 让你的眼睛是很舒服的状态 对 再来就是这一个方向盘 好 这个方向盘呢 它也是真皮的 好 然后三幅式的这种造型 上面也有红线 红线以外呢 它这里还有个GR的logo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次呢 它有新增了一些细节 例如说 好 我们先从发动开始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GR 好 有没有 这跟我GR Yaris的这个钥匙 后面都是一样 是这样的设计 所以那天我们看了就觉得 诶 怎么这么不公平 就是你正GR也是 但我GR Sport也有哦 而且它还有比正GR卡还要更多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然后你看这个启动扭 上面也有GR以外呢 它的外框也变成黑色 好 我们现在把它发动起来 有没有 这里还有GR 人家有专属的开机仪式 就是是不是真的是很有仪式感的感觉 有的 好 然后发动起来之后 其实它这次的仪表 因为它这一次有新增这个Sport 就是它这个Sport的功能 它有再去把它进化 就是整个在动力 上的反应 换挡的时候的 这种模拟换挡的这个速度 什么都会变得更好以外 它其实当你按下Sport的时候 你看 有没有 它也有一个更热血的 比较专属的一个仪表的显示 它的这个整个底色这边 都会变成红色的 然后因为像它有三种的仪表风格 那不管你是换哪一种 只要你进入Sport模式的时候 它的底色就会变红色 所以让你在视觉上 它这个12.3寸的数位仪表 画质显示度又很不错 所以你看上去的时候就会 随着这个像这种单款是我特别喜欢 它的转速在跑的时候 就真的很有那种性能车的风味 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一个 9寸的这个触控萤幕里面 其实它现在的功能也非常的丰富 例如说你可以看到像 它以导航来讲的话 它可以整个全萤幕的显示 然后呢 如果你按下这四个方格之后呢 它有像是一些连线的功能啊 比如说像Apple Copy & Auto 手机 连接这些一定都是有的 然后因为它是WiFi主机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有去开通或者是说 加构啊升级这些服务的话 你看它可以在车上 就可以去享受这些其他的App 那可以看电影啊听音乐啊等等 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一台就是 在氛围上啊做的很更热血 更竞技的这个车款 它其实它的这个实用性也是很好的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你看像这边 底下的话这里呢 它的排档座也有红色的缝线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它排档头跟方向盘 你手最常摸到的地方 它都是真皮的 然后在你看这边呢 它是它的这个黑色的钢琴烤漆示板以外 它这次还新增了一个Type-C的插口 你看它前面这里有一个 然后现在呢 中央扶手里面 扶手里面也有一个 然后后座有两个 所以全车四个人都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以外 还有一个我说不公平的地方就是这个 红色的安全带 刚刚智希也特别拉了一下安全带 小兰也是 其实试测的时候 我也是 GR Yaris GR86大家都没有 然后它竟然GR Sport Artists就给你 然后你知道这个之前是AM 以前我朋友开AMG的车子 然后才去另外加钱选的 保时捷才有 然后它竟然就给你 这个其实看起来真的很很特别 就是就是新的民一定懂 我们在讲的这种感受啦 其实就是说 对我觉得安全带颜色不一样 不管怎样 我我心里内心的那个感受就很强烈 你现在市面上哪一台车你看得到红 没有如果不是超跑 哪一台就看到红色安全带 然后连这个地毯边边也都红色 就是它在很多小细节的铺层 真的是很有模有样 它不是说只是挂一个GR Sport名字 包含你看动力升级的底盘升级的 然后呢 内装的这些铺层 它外观跟运动化的设定 整台车真的是很有水准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天看到了 改款上市之后的 Carola Artist Jazz Sport 你内心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常常就讲说你想到一台车 你可能内心浮现很多关键字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销售神车 19年称霸 或者是我们去针对于 例如说你到底是觉得它很舒适 它适合什么样的年轻族群 我觉得这台车所显示出来的面向 真的很有趣 少期待我们了解 是的 我觉得Altis其实是耳熟能详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车系 我觉得它堪称20年来台湾车团的经典 大家都还记不记得 01年的时候布莱德比特 那个时候上市了Altis的第九代车系 一直到现在最新的这一代 其实为什么它获得这么多人支持 因为Altis这个车系 其实它车种非常的多 满足了很多不同族群的需求 那从一开始第九代开始 其实就有运动化车款 一直到现在最新的这一代也有 那最新的这一代呢 以前的那个运动化的车款 叫GR Sport跟就是现在这个的改款之前 到现在累计从20年到现在 已经卖了大概快一万台了 所以市场的支持度是很高的 现在运动化车款 在Altis的整个占有的比例 大概15%左右 所以可以说在满车里面运动车 画车款算是很高的一个车系 那当然Altis给人家的印象 传统以来都是经济 耐用 适合每一个人 或者是说外观看起来比较大方一点 但是比较少跟年轻人画上等号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大家就会直接联想 那比例很高 比例还真的还真的蛮高的 特别是GR Sport这个车型 近年来一直在有在推广 所以年轻人现在也很多开Altis 特别是我觉得 Torota厉害的地方就是 消费者要什么 他就给你什么 比如说年轻人买车 想要改大包对不对 这个GR Sport就是整个原厂设计的 大包直接上车了 那想要改轮圈轮胎 那就直接从16寸 变成18寸的圈胎 而且这个轮胎还不错 这个轮胎你看它胎币 其实跟这个铝圈是有一个支币的 所以激烈操控 操架起来 其实它胎币的支撑性是够的 那另外在底盘上面也全部强化 我觉得Torota有诚意的地方在于 以往运动化的车款 通常都是上一个大包 内装改改颜色 弄一点红色的缝线 就叫运动化车款 但这不是 我觉得这不太像小改款 这有点像中度改款 因为整个动力系统是全新的 包含2.0的Dynamic Force的引擎 包含连变速箱 都跟以前1.8的是完全不一样 以前7速手自排 现在10速手自排 还有换挡拨片 然后同时整个底盘 也全部都强化 所以这个买到的是 整个全套强化的 不是原转改装车 是出厂就这样 所以真的 你现在买了之后 除了一些小地方 你要自己再润世一下之外 几乎你不用再花钱改 就一次到位 所以这个是很懂得市场的需求 你看你们刚 智希跟小兰姐姐都那个安全带拉出 能不能有改 我跟你讲 年轻人买车就是要改这个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幸福 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出社会 或者是说他的第一台车选择上 他就有机会接触到 这种GR Sport的这种车款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代特别有感的是 Toyota靠着GR成功的 拉拢了很多性能迷 往品牌靠近 甚至于我身旁会有我们这个世代的父母 他在为小孩物色车辆的时候 他会去说服小孩说 那你不要看一下 那个GR Sport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他会有一些情感上的投射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性能可以看看 这个是Toyota的成功 那其实在首发记者会上 Altis的总工程师上天太史 他就有特别提到 他不是只加大包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性能迷会觉得说 我有看到你的用心之处 其实应该这么说 Altis的GR Sport呢 它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可负担的 国产性能房车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回合不是只会担担 其实重点是在于引擎之外 动力提升 没错 就是那个底盘的协调性 你知道开车的时候乐趣呢 你会发现其实操控会大于动力 为什么 因为动力呢 当然你直线的时候会需要 可是你操控是在什么 弯道出入弯的时候 甚至那个刹车的节奏 跟转向的节奏 那这一次呢 他的调教 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在于 他之前的Altis 就已经有GR Sport 那这一次呢 其实基本上在阻尼跟配置上 它是差不多的 可是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就是说 那我自己去外面改不是一样 其实不一样 原厂在开发 它会是有一个均衡性 就是说我今天要抓的 舒适比重 好比说麦花城的悬吊结构 我的避震器的阻尼该怎么配 我的弹簧棒数该怎么配 这些是要讲究的 那另外就是后双A被悬吊 要怎么样让它维持绝对的 服贴性 这也不能随便乱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是软就是硬 但是绝对的软跟舒适 是不是画上等号 绝对的硬跟操控 也不是画上等号 怎么样抓到最好的那种比例 而且还有 确认 对原厂要不断的去做测试 那以这一台车呢 我在一般的路这样开 我说真的 它在阻尼 阻尼不管是弹簧棒数 要压掉悬吊 然后甚至是它回弹 遇到坑洞回弹的那个感觉 它已经跟我的GR86 我觉得相当的接近 而且它的轮胎太宽 它用225 我GR86原厂还215 所以你会觉得 它连这个国产的房车 它都已经很讲究了 所以再加上 它把房勤感加出 但是又怕增加 横向的重量 所以它里面是用这个中空的 所以等于你能够兼顾 轻量化 又能够发挥原本的效果 所以再配合170的动力 你开起来就觉得很有感 大家注意到了吗 今天现场有很多证据啊 车主 大家都免不了比较一下说 可是这个车上已经有 感觉比我们更好的配置 都很有诚意的给了 对吧 那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来看 试驾 马上回来 好 我们今天试驾呢 真的一上车 系上的安全带 发现是红色的 对 椅子上有红色的红线 对 然后看到了整个内装 性能位十足的车 你刚开机的时候 一启动的车 我发现有专属画面 对啊 它这边还有一个GR的按键 这跟我的GR86是一样的 然后方向盆上又有GR的名牌 对 而且还有一个更特别是 我们的座椅啊 这个座椅那个类跑车的风格 很容易 对 头枕有一个GR的印 压味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它的椅面啊是类极皮 这有什么好处 防滑 讲到这里 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它是欧尼市新登场的 Artist GR Sport 对 我觉得GR是一个 Toyota转变形象的一个 关键的纸品牌 而且做得很成功 当然这个要归功于 丰田张南会长 但因为他真的是自己把 Moto Sport 把它运用在所有的市售车上 就像每一个玩车的人 不管你有保持节 你有法力 你车库里面一定有一台GR 就像我 终于我们也都有GR 真的 这个GR Family现在不得了了 有没有相对更平价 你又可以享受乐趣的 百万内 对 就是现在这台 Altis的GR Sport 但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在于 换上了新的2.0升的引擎 它除了胎圈升级到225 40 R18 包括悬吊的阻尼 就是避震器的阻尼 堂皇的阻尼 跟它防情感加粗 然后就连秤电都强化 那因为这样子的加总 包括轮胎的提升 整个加总你会觉得 它底盘的那种Q韧度 是你能够感觉到 而且它用的是跑车胎 它用的是跑车胎 对 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是 新国产性能之王 我是这样来定义它 再来一个很重要就是 这台车很安全 你知道吗 我在试的时候 我把它的动态稳定系统关掉 像现在我们关掉 对不对 PRC关掉 你时速超过50 它会自动开启 所以基本上呢 你是觉得它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让你享受更高的速度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左弯右拐的山路上 你除了这样过弯 你会觉得它悬吊 发挥优异的支撑性以外 像湿滑的路面 你在过弯顶点的时候 你可能准备出弯补油 你会发现 因为车辆动态的变化 四个轮值的抓地力不一样 我那时候试车的时候 就感觉到很明显就是 譬如说我现在突然过右弯 但是路面很湿很滑 那它车尾呢 略微偏白一点点 它去锁左前轮 就是它怕你弯不过去 那还有车尾尽量帮你 对 保持车态的稳定 就它锁单轮喔 然后让我可以听到 那个ABS坐动的声音 可是它不是四个轮值坐动 它坐动单轮 所以让整个指向性 整个动态的这个状态呢 非常的理想 其实FF啦 就是前置引擎前轮驱动 它最能够感受到最基础的操控实力 怎么说呢 因为你在油门 你在刹车 它都能够改变你的动态 跟你轮值的牵引力 那这时候呢 后悬吊的设计就相当的重要 因为你后悬吊 如果没有调整得很好呢 第一个 你会觉得有点前推后甩 尤其在湿滑的路面上 但因为它的前曼花城后双A倍 加上TNGA的刚性 真的是很有感 你就是开这一代 你再去开上一代 你就会觉得说 那两台车 晒一台就是不一样 所以你就会觉得 整个加冬起来 这是一台很好开 很好救手的性能车 德哥刚刚所形容的这些 应该是因为你也在赛道上 激烈舱下了 对 所以这是更明显的 不是在我们今天走的这种 市区道路或是山区道路 你会去强烈感受到 可是当你今天真的在赛道上 对不对 德哥就觉得 这个特色 它有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的 德哥 德哥 你刚刚所形容的 关于Altis GR Sport的种种优点 对 我觉得当你做到驾驶座的时候 然后正如是所说的 这次用了泪脊皮的这种 止滑的材质 然后无论你今天怎么开 你就觉得你身体背固定得很好 这件事情绝对对 所有的喜欢操控的 或注重性的朋友来说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身体的状态 先决定了你开车的时候的 很多感觉 在一台170匹的车上 你真的能够得到驾驭乐趣吗 我建议大家正确试试看 是可以的呢 而且有个重点 就是你如果今天能把这个170匹的 这个国产性能车开到淋漓尽致 我跟你讲你在进阶开 就是性能更强的车 你才能够从这个技巧里面去内化 你今天如果很在意的是你 我的外观要帅 OK 那你看到了 Artist Just Go的第一眼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可以画的元素 对 然后Just Go的套件 所以你会觉得 OK 加分了 轮圈加大了 加分了 跑开 加分了 再来内装质感的部分 这是你每天一定会摸到 碰到看到的时候 也让它整个透出来的 就是比较高质感的这种氛纹 还有一种专属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玩乐 享受属于年轻世代的性能Fu 我觉得这是可以慢慢进阶的 对不对 我现在开的这种170匹 可是有驾驭乐趣的车 然后也许我还真的可以 跟他同归赛 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他会觉得说 你就是红色车缝线 然后红色的安全带 好像没什么了不起 我跟你讲 这个保持绝地转过的话 小 对不对 这事实 对不对 连Altis 其他Sport都给你 都不用紧 但是光视觉感受看就算了 好 我们当天试驾呢 因为天宇路滑 但是德哥其实就一直强调说 可能开起来 你是很可以放心的 大胆地去开它的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还是要来比较一下 因为毕竟你们都上过赛道来测试它 那个在一般市区道路上 是绝对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真的开到极致的时候 你觉得 它的个性体质怎么样 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一台车很特别 就是其实说真的 你可以买来 你先不要改 你先去适应你跟它的那种互动 那种互动的沟通 那可能过去在下大雨的时候呢 我通常会觉得说 如果你下大雨也喜欢享受那种极限的感觉 一口领杯四驱的车子比较安全 为什么因为四轮驱动 但是我开Altis GR Sport发现下雨天也很安全 因为它的动态稳定系统 你把它关掉的时候 它时速50 它真的会自己介入 所以某方面来讲已经让你觉得很有感 而且我是在极限的那种动态下 它会针对四个轮子去做它的这个动态的调配 就像我说的 我在过某单过右弯的时候 它去锁左前轮的ABS 就让你觉得很稳定 那赛道跟三道又不一样 三道你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支撑力已经都很棒 可是赛道的那个剧烈程度 我觉得至少是三道的三倍 那我们上一次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在发表前 已经先去力保体验过 新的都晒过 但我说真的最有感的其实是 新的因为换上了Dynamic Force 2.0 它在时速100 大概23再加速 要到160这个区间 我觉得是很有感的变得比较快 你说真的在大直线的时候 在大直线的时候 是很有感的真的变得比较快 那在整个手感的部分 它也比过去要来的更精细 就是旧的呢 因为你会觉得 它1.8其实不会觉得没力 只是有一些出弯的时候 利害拖着 就要有点hold住 但是你会觉得那个手感 就稍微轻一点点 但这一次新的 除了再加速补偿很强烈以外 你会发现那个手感的回馈 它的路感变得比较清晰 就是辅助力道它会减缓 那所以你在开的时候 就会比较有驾驭信心 就好比说像第六弯 你基本上不用刹车 你就是油门hold着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 那它后悬吊厉害的地方 就是那个双A被 它借由防情感加粗 秤电强化 它的那个服贴性 还有它的18寸胎圈 它真的也能够间接提升 因为整个底盘变得更窄 所以你晒的时候真的不怕 你会觉得 我全油门开度的时间 可以增加了 所以在这样子整个加总 而且它模拟时速也有关系 对模拟时速也有关系 所以在整个加总起来 它的单圈成绩就会慢慢提升 慢慢提升 慢慢提升 所以这也是开这一台车的乐趣之一 那小七要请教你的 就是不同比较 我们刚刚有比较 一般道路 山路 然后赛道 但你可以把我们比较 因为正如你所说的 Artist整个产品线 它面对很多的族群 你自己过去是车主 那你来比较一下 跟JR Sport会有什么不一样 对 你这问题真的问对 因为一开始上的时候 这一代我就买了一台 而且那时候是 Hybrid的顶规车型 那那个时候的顶规车型 就是现在大家可以买到 一般的这个车型 现在还是一样 那那个车型的话 16寸的胎圈 再加上它悬吊的设定 还有防轻感也不太一样 就是一般的设定 所以在路上开起来 我相信是符合 大多数消费者想要的 就是比较日系车 舒服的感觉 那但是后来呢 我就觉得 我好像不太够能够满足 所以那个时候 刚好20年的时候 有推出GR Sport 上一代嘛 小改款之前 我就把底盘 全部换成GR Sport的零件 在Toyota原厂升级的 现在听说有这个套件 可以去回原厂升级 那个避震器 这个阻尼圈黄都不一样 那另外防轻感也是不一样 所以再加上我的轮圈 有换成 那个时候升级成18吋 Auris 那个时候还叫Auris的旅圈 就是Carola Sport 所以整个超级性 我觉得是脱胎换骨 跟以前刚交车的时候 那个比较偏舒适性的 那种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较偏向欧洲车 所以你看车主也会想说 那我也来改一下 我也想要GR Sport的感觉 对啊 结果现在 人家那就不如直接买原厂出 就直接给你 就直接买原厂出就好 而且这一次改款之后呢 它连动力都提升了 以前是只有1.8NA 还有1.8油电量宽选择 但是都是1.8的 像我那个油电的话 虽然油耗表现非常好 但是开三路的时候 就是感觉动力会稍微小一点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热血的话 而现在这一款新的2.0升引擎 动力跟Color Sport是一模一样的 时速的手自排 而且油耗还比较省油 然后又没有东西 需要你额外再改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 是真的相当划算 大家不用像我以前那么麻烦 还要自己去改GR Sport的套件 现在直接出厂就有了 讲到GR Sport 大家就知道说 它确实是有它专属的套件 那跟GR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它一样有Gazoo Racing 团队在调校 当然设定上还是有略略的拨头 那GR86车主 智希 你现在有声门了 竟然问你说 GR Sport我值不值得考虑 怎么比较呢 我觉得这个又要讲到一个 大家不知道我们看过 有一个GR金字塔 最上面是什么GRMM 然后再来可能是GR 然后GR Sport 再来可能是什么GRPars 那种零件那种 那我会觉得在这一次的 Corealtis GR Sport出来之后呢 其实跟GR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对吧对吧 很上靠拢 有点界限有点 对所以当然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嘛 那当然就是身份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 Toyota在推出Gazoo Racing这个时候 的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完全就是针对性能这件事情 很努力的去做品牌这回事 所以当然回归到这种相对比较实际 销量也比较高的市售车上面之后 就会有一些年代的红利 就是你消费者会喜欢 年轻人会喜欢真正在意运动房车 这件事情的人会买单 我觉得这个就是 品牌操作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 那回归到车款上面呢 其实以我自己每天开GR86来讲的 两部车哦 我像我之前在力宝赛道开过上一代的版本 之前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哦 当然你说真的跟Supra或是GR Yaris弄的 渦轮的那种动力差别很大 那当然跟GR86水平队伍引擎 重心的配置还是差很多 但是呢到这代的车型上面 有一个我很有感的就是 它的你可以用比较多的技巧 比较多的方式去过完 譬如说你可以用Duel的 可以用Trail Brake 因为现在的变速箱 可以容许你更多的这种容差值 所以性能的表现 然后还有我刚刚一直在讲 出彎的时候的成绩 它的速度都会来得更好 所以相对来说你的乐趣也会来得更多 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赛道赛车运动 是满坎非常高的一项运动 那如果这种车型百万累 可以让你达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然后你刚刚提到了嘛 就是GR MNG啊 GR Sport等等等等 其实它很像我们过去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例如说德系豪华品牌 冰市我们没有买到正MG 那我们会想要买AMG Line 那BMW M Power我们没有 可是我们会想买AM Performance 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概念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些欧洲车厂 尤其以双B来讲的话 他们也算是这种豪华 运动性能车款的一个发源地 那你可以看到说就是 像以冰市来讲的话 它的AMG 正AMG的车子的话 跟底下的AMG Line 它就是一个很大差别 因为像AMG Line的话呢 它就是我用一样就是房车的 这个一般市售车的基础 然后呢去加上 比如说更运动化的空翼套件 然后内装啊 就是做更运动化的一些配置 而且你会注意到说 其实它的那些配置的重点 跟细节 跟这一次的JR Sport 几乎是那个手法 TURO是很像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说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在座四位好了 我们在座四位 我们就算我们四个 都是喜欢开车的车主 可是我们喜欢的程度 跟就是能够追求的极限 其实一定也都不一样 那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讲 如果说今天我就是一个 我觉得我很热血 我觉得我喜欢开车的乐趣 可是你到底能够接受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你到底想要什么程度 那个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差别 那我觉得这一种所谓的 不管是AMG Line跟AMG 或者是M Power M Performance 或者是M Sport 这样用三个不同的 不同的集聚来去做 它们程度上的一个区分 或者是说像这个 刚刚智希讲的 GRMN就是赛车 然后你知道正GR Car 然后甚至是底下的这种 以市售车 还是以日常代步 为最重要的基础下 但是去让它更提升 更运动化的面向 我觉得这个 它其实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要满足各种 不同需求的消费者 然后也是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车款 然后让更多喜欢这种 更多喜欢这个 操控乐趣的这些车主 他们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 而且品牌在经营 所谓的性能资品牌的时候 我觉得它也让 更多年轻人可以徐序渐进 我喜欢你 但我现在的能力 我可以到一个 什么样的车款 先让我接触 然后我知道 我喜欢你哪里 我慢慢一步步追求 我觉得这也是在深根 品牌认同感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就来聊 那现在如果有机会 以这样的车款 办统规赛 真的这个消息一放出 身旁太多人在讨论 都想知道 它的活动 大概的方向跟内容 我们稍后续了 好就对车子改款上市的同时 Toyota宣布 今年底将会举办 Altis Jazz Board的统规赛 好多朋友都在打听说 这是什么样的规格来进行呢 德哥 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很兴奋 我一直问他们产品担当说 我刚才可以先高级 确保名额 因为你知道 其实有时候 Moto Sport就是这样 他跟市售车追求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投影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车很厉害 就像我人生第一台车 大发心象 我现在回去看照片 我那时候改的多像DTM 就是你会觉得 看起来就爽 就不管他性能好不好 那这一次呢 他们能够用这一台车来做这个统规赛 我觉得有一个指标的意义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 有在关注Moto Sport 你可能看到DTM 你会觉得 譬如说 奥迪或是B&W 或是AMG 他们用DTM赛车 那基本上只是那个壳很像 里面都不一样 你要可能要到 就是一般的那种 像GT3 以下的这个比赛 才会用比较多 市售的part 那这一次呢 Toyota他预计在年底 就是用这一台Altis的GR Sport 做的统规赛呢 大家不要怀疑 大家不要怀疑说 这动力叫谁闹 可能做赛车 我跟你讲 去年底 我们去雪邦跑1000公里 耐久赛 你知道东南亚的GR是什么 Vios 1.5的120匹 那动力更小 人家是比到下下 叫一二名全部包办 所以那其实不是在于动力大小 是在于设定 那这一次的GR的 这个Altis的统规赛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有几个东西 我眼睛都为之一亮 先讲啦 引擎跟变速箱一样 但你不要怀疑这一台车的实力 但是他会在冷却的部分呢 去做强化 而且呢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他为了要符合2024 FIA的规范 所以他整个反滚容 这是一定要的 反滚容 他是经过强化 才能够符合他的规范 那包括里面的赛车椅 窗网 然后还有断电开关方向盘快拆 拖车环 为什么要拖车环 前后都要有 因为怕你万一意外的时候 影响到其他比赛人的安全 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灭火器 这都是必备的 那再来就是 他的这个刹车系统呢 他会稍微强化 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子呢 他是属于一般在道路上的 你要在赛道上呢 他要经过耐久 因为你可能要比很多圈 所以在刹车的耐久性上 他必须要提升 那这个部分呢 他们会用这个 奥扛的刹车 还有包括金属油管 那来令片呢 会用Porture Mew的来令片 就是比较赛车式的 那因为是已经是 纯正的赛车了 他就不用去考虑 舒适性跟耐久性 所以在避震器的部分呢 他会直接给你用倒叉式的避震器 而且还外挂氮气 氮气是什么 就是他比较不会 随着温度去调整 他能够适应 现在整个大气的这个状况 他比较能够耐高温 所以光这样子 我就已经觉得很high了 然后再加上全车拆空 就是你不会有什么 隔音棉 这种man 然后赛车椅是一定要有 现主你也看不到 就整台拆空 你就是看到赛车椅 然后防滚架这样 然后就是一台 很漂亮的一台赛车 但是是LT 我已经感觉到您的迫不及待 对啊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 当然你说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 第一安全一定要有 对 然后这个赛事一定要公平 对 也要精彩 对 他们就几个大原则 这些一定要都兼顾 对不对 然后来办这样的同归赛 你这很想参赛 很想啊 我就说如果可以 当然你就说买一台车再去改 我们说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 你买一台91万5的Altis 你改这样要多少钱 但是如果可以租 或者是 甚至他直接公布价格 你可以自己去评估 看怎么去要赞助或什么 我觉得就很棒 对 那在座几位 也有 一样的心情吗 小七 我觉得统归赛就很好玩 因为就比实力 那其他东西都一样 那应该是乐趣无穷 杀手篮 我觉得 说真的 因为以前的统归赛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跑那个卡丁 统归赛好了 可是问题是卡丁车 因为他可能不是用全新车给你 所以每一台车有时候 你要靠牵运 你可能练习的时候 明明就是速度不错 结果你抽到一台 就是真的比较虚的车 然后你成绩就做不出来 但是他这一次全部都是新车 我觉得大家是在一个 最公平的基础上 然后所有的改装条件也一样 也不会有那种什么 你自己在稍微改了什么 他又投改了什么 都没有这种问题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这完全就是考验技术跟体重 小男生讲到 怎么样 你们在座各位要不要轻量化一下 所以现在大家赶快想参赛 开始减肥啊 如果你这80公斤 你对上我们50公斤的 是不是就差了30公斤 那你旁边窒息有体重优势 有有 你在男生里面算很瘦 对有70公斤 对不对 而且你之前参加过 虎归赛拿过媒体组冠军的呀 是 那 我不知道可以讲多少啦 这个姿势 这次这个同归赛 当然今年算是一个 饰演这个前哨战嘛 那我 我会参加啦 会参加 在此之前 都结巴了 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一些讯息了 那就是 能讲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其实车辆的部分 德哥刚刚介绍的非常详细 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我想一下可以讲什么 我上次的话 全原厂 完全原厂只有调整胎 做的成绩是2分19秒 那有别组的改了轮胎跟刹车 是做2分10出头 所以我相信这个同归赛的赛车 应该是可以 成绩会更好 就大概就已经是GR SuperR的成绩 非常期待 重点是它的规范 就真的是跟你玩真的 所有都是正统的赛事 大家不要觉得是台湾原厂 打造的赛车 就觉得没有国外的那种 正统的比赛来的落差很大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高的规范 同时 这也是核胎骑车 车辆车辆的部门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一个project 所以当然非常期待 当时你们一听到说 有统归赛这回事的时候 我很想知道你们当下的想法 奇迹匹克的啊 哇真的假的 就觉得这个年代 还有车厂愿意做这件事情 对真的 我上班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说 哇Toyota是玩真的 就是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像之前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福特啊 他们也有推出这种 所谓的单圈计时载 然后单一车 问题是因为 那是每一个车主用自己的车 所以大家的幅度 改装的幅度 车辆上的条件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对 可是这一次真的就是 原厂把车打好 你只要人来参加就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公平 然后完全考验技术 然后打造出来的车子 我们那天再看 我们自己在旁边看 哇天哪 R路控的刹车什么的 然后你看到那些 其实都这样 台语都会讲说 有的都是蹦拼 我们大家讲的 蹦拼 对然后就讲 哇这个车子真的是 然后反滚龙的规格什么 这下来讲 其实你看后起吉皮疙瘩 我会想说 好感动哦 怎么会哦 就是现在还有人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是真的在台湾要发生 而且说句话话 因为刚好前一阵子 有个流行音乐奖嘛 然后颁奖典礼上 其实台上就有 Altis Jazz Ball 其实现场有很多小朋友 就是真的是年轻时代 可能就是为了明星去 然后他们看到车上的时候 我就一直听到旁边说 哇那台上的车其实很帅 就他们可能对车子本身 还一事半年 他一看就说很帅 然后就知道 哦好像要办比赛 就会有这种讨论 所以小青林那时候 有起吉皮疙瘩吗 嗯 以前我们也看过了 但是通常哦 这种都没有持续 但是这一次我看到他发表会 他发表会其实没有预告说 有统规赛的车要来 是现场的神秘嘉宾嘛 我会想说 这个车是推出两个车型 结果一揭开 搞统规赛 你知道统规赛 对于台湾车厂的行销预算来讲 那是非常大的预算 因为一台车子打造 可能就要花个一百多万 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么多台 那个是非常非常巨额的投资 那而且我可以预告一下 这个核泰汽车搞GR 这个不是只有统规赛而已 后面还有更多 大家要期待的事情 你又丢了一个钩子 OK 我私下再来问你 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聊 好 那新座盖管上市 我觉得他这次带来的话题 信任了好多 但这个时候 我们要购车 消费者他会有很感性的一面 他有很理性的那一面 就是我想知道 目前的市场相关优惠 稍微来 好 我们上一段聊了超激动的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改款之后的Office JR Sport 在经过了安全 相关法规这种强化之后 然后他会有统规赛 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 现在接触的一定就是 市售版本嘛 那市售版本在此时此刻 OK 如果我要进场 我要买车 比较一下各种优惠吧 小七 六月份的促销优惠来 我觉得这个优惠 大家真的应该去看一下 以Toyota来说的话 65寸电视又回来了 真的吗 JBC的 好多朋友又在问了 对 好多人的火价 全部都是JBC的65寸电视 因为都跟业代买的 这个东西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那另外呢 买车最实际的 还是零利率嘛 对不对 这一次呢 Toyota也有零利率 是车种不同 他的金额 贷款金额是不同的 那这一台呢 跟大家算一下 这一台有60期 60万40期的零利率 一个月刚好负一万五 然后缴完之后 再开两个月 刚好保护期内可以换车 中午车价又很高 你上的好仔细啊 果然前车主 买车的好时机啊 再来还有很多啊 像三万元的旧车原梦收购计划 还有最重要的五年十四万的延长保固 所以这些都是很打动人的点嘛 那像这一些东西的话 当然是各个车种不同 它有不同的条件 那像零利率的话 车种的不同 金额大小就会不一样 其数可能也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像这个政府就换新的话 有一些电动车可能没有啦 但以后其他全车器会有 那像五年延保的话 如果大家要准时保养 保固 Toyota已经不会坏了哦 保固还五年十四万 所以可以说 你的卖车如果在保固期内的话 当然中午车价会比较有保障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Toyota 它很吸引人的 Gate黄金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体 真是树立像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动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有门 地球王第一线邀您一起上线